成功人士处事细节 第二课 广见高素质的人际关系网 人际关系网就是与每个人发生联系的人际关系的网络 说到用十方横手 人际网也一样 对每个人来说 人际网的建立都是要花时间和精力的 而且建立人际网之初 未必能发现它对自己有多大帮助 可一旦建立起来 你就会懂得人际网的力量是无穷的 为人处事不要只知道就事论事 人在一起总会有话可谈 而多谈话多认识些人总是好的 建立人际网需要出色的人际交往能力 有些人在人际交往中的影响力是与生俱来的 他们在参加酒会或庆典的时候 只要很短的时间就能和所有人交上朋友 但也有些人并不具备这样的天赋 他们在社交活动中比较内向 宁愿一个人躲在角落里 也不愿主动与人交谈 但无论每个人的天性如何 只要勤于思考和联系 就能建立起满足自己需要的人际网 稳定的人际关系的核心 必须由十个左右 你所信赖的人组成 这首选的十个人可以是你的朋友 家庭成员 以及那些在事业上 与你联系紧密的人 这些人构成你的影响力内圈 因为他们能为你创造一个 发挥特长的空间 而且彼此都是朝一个方向努力的 这里不存在勾心斗角 他们不会在背后说东道西 并且会从心底希望对方成功 你与他们的合作会很愉快 当双方建立了稳固关系后 彼此形成一种强大的凝聚力 他们会激发对方的创造力 并不断从对方身上得到灵感 为什么要将影响力内圈人数限定为十人呢 因为这种牢不可破的关系 需要你一个月至少维护一次 所以十人就足以用尽你所有的时间 另外 你必须与至少十五个人组成的后备力量 保持一定的联系 以作为一人内圈的补充 假如内圈中有一位退休或移民国外 那十五人组成的后备军就派上用场了 其实只要你每月定期和他们取得联系 可以通过电话 传真 聚会 电子邮件或信件 这个团体的人数都会超过十五人 对方在试图与你建立关系时 总会打听你是做什么的 如果你的回答很一般 比如只是依据我是某公司的一名经理 你就失去了与对方继续交流的机会 你可以这样回答对方 我在某公司负责一个小组的管理工作 主要是为我们的网络开发软件 我喜欢骑马 爱好打网球 并且喜爱文学 这种简单而不失个性的介绍 不仅为你的回答增添了色彩 也为对方提供了不少可以继续的话题 说不定其中就有对方感兴趣的 当他这样表示 哦 你打网球 我也喜欢时 你们就建立起了一种最初的关系 建造关系网络的前提 不是别人能为我做什么 而是我能为别人做什么 在回答对方的问题时 不妨补上一句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多联系是建立关系网络的另一重要条件 要与关系网络中的每个人保持密切的联系 最好的方式就是创造性的运用你的日程表 记下那些对关系网中人至关重要的日子 比如生日或周年庆祝等 在这些特别的日子里 准时和他们通话 哪怕只是给他们记彰贺卡 他们也会高兴万分 因为他们知道你心中想着他们 观察他们在组织中的变化 也不容忽视 当你的关系网成员升迁 或调到其他的组织去时 你应该忠心地祝贺他们 同时 也把你个人的情况透露给对方 去度假之前 打电话问问他们有什么需要 当他们处于人生的低谷时 打电话给他们 不论关系网中谁遇到了麻烦 你都要立即打电话安慰他 并主动提供帮助 这是你支持对方的最好方式 充分地利用你的商务旅行 如果你旅行的地点 正好离你的某位关系成员较近 你可以与他共进午餐或晚餐 只要是关系成员的邀请 不论是升职派对 还是他女儿的婚礼 你都要去露露面 人际关系的往来 必须是经常性的接触欲频繁 彼此的交情就欲深厚 因此 绝不可忽略了所谓的礼尚往来 如果有人在私下批评你 这个家伙 只会在有事情的时候 才想到来找我 那么 你的人际关系成绩 就不及格了 长期下来 你是会吃亏的 尤其作为一个办事人员 更不可使意见交流的管道生锈 如此非但阻碍彼此的沟通 也会削弱交涉本身所产生的力量 万一由于自己的疏忽 而发生了这种情形 你要赶紧设法补救 最好的方法就是亲自登门造访 因为时间 地点和情况有所不变 你可以直接以电话或书信 和对方取得联系 并向对方解释 自己疏于联络的原因 以求得对方谅解 往后 最重要的 就是要重拾交情 并继续维持下去 为了不使好不容易 才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 毁于一旦 你就要不嫌麻烦 递情于打电话 写信 以及登门拜访 其实 这些对你来说 都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举手之劳 在维持彼此交换情报 及沟通情谊的前提下 你又何乐而不为 当你和拥有同一位熟人的某人谈话时 经常会在分别之际说 那么 请代表 我向某某先生问好 虽然这几乎是替代招呼与性质的措辞而已 会如此肇事传话的人 也少之又少 然而 自己的事情 在别的场合受到夸赞时 任谁都会感到心情愉快 因此 你最好能将听到的夸赞 传递给对方 比如 某某向你问好 一或 你果真表现不俗呀 我从某某那儿听说了 有这种方式 你可以确认 自己不在场时 朋友们曾经讨论过你的事情 而自己能够成为朋友们的话题 也是自己的人际网络 完整地发挥着机能的证据 换言之 根据从共同熟人那儿 获知传递而来的口信 你可以确定自己的人际网络 已经变得十分紧密 因此 你不应该只将受托的口信 完整地传递给对方 不妨也主动问对方 您是否也有话 想转告给某某 由于彼此都是熟人 应该或多或少 都有希望告知另一方的信息 由这种积极传递口信的方式 两位友人 可以由你的媒介进行沟通 即使未直接碰面 也仍可加深彼此关系 所以说 朋友绝不可以独占 务必不断地介绍朋友们 结识彼此 如此一来 你必定可以建立起 无论利用哪条线路 情报均可传递至 整体的人际网络 如果你不认识交际专家 就永远无法是个社交专家 也将永远无法认识 一位社交专家 你就无法建立高素质的人际网 不善于找到伙伴 将没有人把你当伙伴 如果人际关系是一棵树 交际专家就是树的主要质干 他们是我们人际关系网的关键节点 这张网里 每多一个这样的人 我们都会多许多伙伴和朋友 这张网也会扩大好几倍 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来自一个很偏僻的地方的青年人 有一次他在学校里 听到一位专家的讲座后 非常兴奋 于是趁着假期 专门去拜访那位专家 却苦于无法合情合理地接近他 也许是运气吧 有一天 他正在商店里买东西 看见老专家也在采购 于是走上前帮他拿东西 趁着这个机会 向老教授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没想到 老教授居然答应了他的请求 三个月后 他成为老教授唯一的贴身助手 凭借自己广泛深厚的人际关系 老教授把他介绍给了许多行业内的顶尖人物 于是顺理成章地 他也迅速拥有了自己的人脉 而且 其中有大多数人是行业内的领军人物 如果你很年轻 正在做第一份工作 你可能面临不少问题 人际圈子有点窄小 十个月前加入公司的排球队 而现在仍当不上副队长 尽管球技不错 没关系 记住 人际是一门终生的学问 需要不停地学 不停地用 你在二十几岁时学习 七十几岁时 仍然会有收获